哈喽,欢迎收看公民丁一女会考几题特辑 这支影片我们要讲第31题 第31题的题目如下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,可以先把影片按暂停 把题目看完,我们就先直接开始讲咯 这题要考你,下面哪一个选项是属于需求法则 所谓的需求法则呢,大家要想到这个图 也就是说,如果东西越便宜,价格往下面移动 我就会想要买越多,数量往右边走 也就是说,从消费者的角度看来 越便宜的话,就越想买 关于这个部分的知识,大家可以到影片下方的介绍 点选这支影片来看看咯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选项吧 这题我们应该要选择C这个选项才是正确的 因为它是借由打折,也就是降低价格的方式来促销 所以是符合需求法则的咯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,记得到FB按赞和YouTube订阅 给我们更多支持咯 公民丁,我们下次见,拜拜